晚上好呀宝宝们,记得我说过夏天最喜欢穿的就是裙子了,是不是大部分仙女都跟我一样呢? 穿裙子搖造型实在很方便,而且现在的裙子款式,真是多到数不清,今天我就来说说今年夏天最流行的五款,快来看看,你们都集齐了吗? 扭扣裙扭扣裙今年的热度真的很高,我办公室的小姐姐们,几乎是人手一条,小小的扭扣已经机身身上圈红人了,白色款扭扣裙清新自然, 出门旅行欧造型妥妥的清新女神饭,跨上通勤包瞬间又是OL饭,休闲同气两不悟,肤白貌美的你当然不要错过亮色了,条文,鸽子元素和扭扣的搭配也是十分和谐, 果然时髦的元素碰撞在一起能擦除不一样的火花,经典的丹宁碰上扭扣也是满满的复古地位,除了丹宁,碎花群,条文败群加入扭扣元素,也更具活泼感,清新的小碎花有了扭扣的加持,复古感更强,时髦度瞬间提升,茶蟹群除了扭扣群, 今年的时尚春还被一条茶蟹群给刷屏了,这两年复古风回超,今下茶蟹群当人不让的成为黄红群,大印花视觉上更热情浓烈,根据清书,知性的美感,能凸显你的女人美,不想显得太成熟的妹子,可以在颜色做挑选,清新的麦卡龙色系,就会让你更显少女一点,小印花的茶蟹群,绝对是小家碧玉的妹子, 女性妹子的不二之选,小印花更俏皮可爱,少女感更强,身材好的妹子可以,选择开超前高的款式,露出修长眉腿很吸睛,而且下着气息满满,衬衫裙衬衫裙中最经典的莫过于白色款,唇约又高扬,好搭又鲜气质,配上一双款式简单的鞋子,轻松变女神,不喜欢基础款的妹子,可以选择袖子, 腰部有设计感的款式,淡淡的黄色衬衫裙,没有明黄色那么高饱和赌照样很吸睛,随时都能成为旅行路上亮丽的风景,乔丸衬衫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,oversize款之一人是很受欢迎,海边度假的时候,乔丸衬衫裙就是你的高造型神器,瞬间拍出女神扮士族的美照,身高不够的妹子最好选择版款, 露出大腿部分,更显腿长,张环更适合高个妹子哦,吊带裙吊带裙,想必大部分仙女也是人受一条狼,因为她实在很实穿,而且能轻轻松松hold住,夏天也少不了哦black,都说夏天穿黑色很热,但是吊带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, 特别是这种真丝材质的吊带裙,不仅清爽,质感也是满分,吊带裙中间裤子的穿法也是越来越被接受了,同色系的裤装是最好驾驭的,可开场款式的吊带裙相得一张,亮色的吊带裙很招眼球,随意搭配两拖,配上逼具风情的发带,也就是旅行中最美的风景, 怕太性感的妹子,可以内搭一件T恤,这种穿法抢递我也不用说太多,你们都会啦,格文群经变的格文元素,让格文群自带复古感,也成为不少仙女们夏季裙子的壁入款式,黑白格文最不敲人,搭配白衬衫就可以很有味道,修讯同行都适合,红白格文半裙,应该算是最具优衔度发风的一款半裙, 鱼尾的设计让半裙更具风情,低调的性色格文裙,有了蓝色的高跟鞋的加持,整体造型加分不少,当然,黄色作为今年热度很高的流行色,你入手这一款想必是不会错的,好了,这五款裙子,随便哪一款都能让你美美待,你急急了吗? 感谢观看